女孩是魅惑无比的魅魔 男人是人类第一支强剑线 而女孩自信满满想要去征服他 却没成想男人是个折磨对手为乐的谢剑线 他遭遇有史以来最大危机 在深渊中 魅魔一族是底层中的底层 他们没有多大的战力 天赋也只是魅惑别人 甚至某些时候还不得不献出自己 换取活下去的资格 为此魅魔一族通过努力得到魔王庇护 建立一座专门培养魅火知识的魅魔学院 不过也由此每年优秀的毕业生 会被魔王军队派出执行任务 而魅魔染 是剑校以来第一位满分成绩毕业的魅魔 无论魅惑魔法还是调情理论 他都满分通过 所以他被魅魔一族们视为全村的希望 而满分成绩的他也被魔王亲自召见 他被魔王给予的任务地点是 人界和魔界交汇地点莫菇山 去魅惑那人界第一剑线闻臣志 但是学院长并不同意 只因那地方是魔族的死亡之山 他不想魅魔一族的希望死在那地方 不过冉没有拒绝这个任务 也知道自己拒绝不了 在学院长痛苦的目光下传送开始 只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 身为最强见先的文臣志 任何敢入侵莫孤山的家伙 都被他一剑斩杀 为此也不是没有人想过 用美色打败文臣志 给他送女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结果到现在文臣志还是单身一人 也就在这时 冉被传送了过来 他本想偷偷摸摸先了解眼前的男人 结果在一瞬间就被文臣志发现了 冉对此只能用出 在学院学习两年半的魅惑知识 他第一时间就自爆家门 强忍着妩媚的姿态说 你有幸成为我的第一征服对象 文臣志无语 询问他能不能看着他说话 冉尴尬了 第一次实践竟然如此丢人 他强忍着羞涩 再一次对文臣志说要征服他 文臣志笑了 原来是魅魔一族啊 只是到底是谁派出来这个含糊 刚好他无聊至极 很乐意接受这个挑战 只不过要玩一点刺激的 说着冉的身边 瞬间被文臣志布置一个破魔见证 若十分钟内征服不了他 冉就会灰飞烟灭 而文臣志的兴趣来了 他无比贴近人 让他出招吧 冉强忍着紧张 给自己加油打气 他专业课可都是满分 每学期都会作为学生代表上台演讲 现在只不过是将理论用于实践吧 可无论怎么安慰自己 面对真正的活人 冉还是好紧张好害羞 文臣志这时笑着提醒人 已经浪费一分钟了 还是说姚伟起怜 就是魅魔的战斗方式 苦苦哀求才放过他 这不禁让冉握紧的拳头 他们魅魔不会再去求冉 下定决心的冉开始了 他的狩猎第一步 首先稳住对象双唇汲取精气 当然的嘴唇就要靠近文臣志时 冉却突然向后退去 只因和第一次遇到的男人接吻什么的 他根本做不到 不过这时冉突然想到书中说过 接吻只是增加魅惑力 作为魅魔哪怕是间接接触也可以 想到这冉信心满满 再次朝文臣志靠近 只是让冉没想到的事 文臣志竟然伸手戳他 在把书破坏后 直接把手指戳入他的嘴中 冉的翘脸瞬间羞红 从未接触过男人的他 哪受得了这突如其来的接触 像猴一样一蹦三尺高逃离文臣志身旁 然而再看到文臣志竟然把接触他的手 放到鼻子去闻 这不禁让冉觉得文臣志是不是变态 而下一刻文臣志在闻了后 居然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这让冉气的脸色羞红 他虽然不是仙女 但好歹也是魅魔 怎么可能有口臭 这不解风情的家伙 冉决定不再接触他 他要用出他魅魔一足一个月 只能来一发的招式 那就是罪爱之剑 效果可是能让人堕入浴火焚身的爱情之中 随着冉的魔闻亮起 一只罪爱之剑朝着文臣志社区 然而文臣志只是随手拿电一把 罪爱之剑却反弹到冉的身上 而罪爱之剑对包括自己以内的种族都有效 在学院魅魔们每个月都会互相对手 比谁的魅惑能力强 而罪就是每次比赛的冠军 所以罪爱之剑那是效果群把 让罪不得不进行中场休息 只是文臣志约定的十分钟已经到了 按照约定罪没有征服他 所以罪就得死 但是现在罪可管不了这个 让文臣志离他远点 中了罪爱之剑文臣志要是太靠近他 他可保不准会做出什么禽兽之事 文臣志见状他的恶趣为立马 他靠近罪并捏着他的尾巴询问他 是直接死还是禽兽完再死 这话让罪不禁狠狠地捏紧一句 他想到为了就他所甘愿 牺牲自己的学院长 想到了将他当成希望的学末 他不能就这样一文不值地死去 于是冉浩尽了他全身的魔力 用出了他最强招式百媚之阵 这招式能让冉分身一百个不同人 来诱惑文臣志 比如可爱清纯的魅魔小猫 知性大方的魅魔玉姐 活泼机灵的魅魔小学妹等等 再加上他中了罪爱之剑 能让分身魅惑叠加发出无限大 冉不信文臣志能逃得了如此诱惑 然而结果却是破魔剑阵 笼罩了冉的一百个分身 文臣志一剑将之全部长了 冉直接看麻了 文臣志之家伙心中无女人吗 看着朝着他挥剑的文臣志 冉心中绝望了 默默对着学院长说对不起 辜负了他们的期待 然而文臣志的剑在冉的头上停下 他询问冉怕吗 冉以为文臣志要羞辱他 大喊文臣志要杀药宝快点 然而文臣志却是 轻轻把冉的追爱之剑砍碎 在冉疑惑呆呆的目光下 却听到文臣志放过了他 让他走 因为文臣志没有再冉的嘴里 闻到血腥味 所以他选择了不杀 而冉这才反映过来 文臣志不是变态 刚才说他的嘴是为了检查 他有没有害过人 这样想的冉让他脸开始慢慢变红 文臣志似乎没有传闻那般可怕 他迅速起身对着文臣志道谢 文臣志不解风情地回了一句 这里不是弱者该来的地方 这话瞬间让冉有些破坏 他努力拍了拍自己的脸 不让眼泪流下来 然后朝着传宋阵走去 现在对于他来说 活着就是胜利 然而就在染他入传宋阵的一刹 魔界第四军长牛头人突然现身 挥舞着狼牙棒重重地朝着染打去 猝不及防的攻击让染瞬间遭到重挫 就算如此牛头人也没有放过染 再一脚地狠狠朝染采去 原来牛头人一开始就藏在传宋阵里 他本来对魅魔这个废物没抱什么期望 却没想到染竟然把文臣志剑破坏 那么这个功劳给染这个魅魔可就太浪费了 于是他出手了 为的就是把功劳抢走 也为了杀了没见的文臣志 文臣志察觉到动静转头 看了一眼牛头人 询问他是染的同伙吗 牛头人文言却是呸了一声 他才不是和这种废物种不是同 魅魔存在的意义 就是供他们猎杀取恶 听到这话的人 不顾伤势动着嘴唇反驳牛头人 他们魅魔一族从来就不是玩物 曾经也是他想要作乐 院长为了保护他 他的一根脚直接被砍断 身上也是被打的遍体鳞伤 但是院长却还是笑着告诉他 他们魅魔一族从不敌解 也不是别人取乐的玩物 染大声地告诉牛头人 他这次出战败的不是他 而是剑线 这话让牛头人怒及粉笑 嘲讽着染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不过是个劣等种族罢了 但下一刻牛头人的脸僵硬肿 只因文臣志对着牛头人表示 染比他强 他才是个废物 至少染敢挑战他 而他却在背后偷偷摸摸 还想强染的功劳 牛头人脸皮厚也不在意 而是看向文臣志手中的剑 质问他现在没有剑还算什么剑血 还敢有脸说他 说着拿起狼牙棒 狠狠朝着文臣志砸了下去 文臣志不慌不忙 用剑柄抵住了狼牙棒 在牛头人不可置信眼神中 他的狼牙棒炸成粉末 紧接着下一刻他再无其他情绪 只因他和他狼牙棒一样 直接四分五裂变成了无数的碎块 在最后意识中 牛头人实在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文臣志没剑 还能瞬间将他斩杀 文臣志只是淡淡地回了他一句 热个身而已用剑柄就够了 地旁的小妹摩然也惊呆了 他没想到摩羯四军长就这么死了 不过也好 院长以后再也不会被欺负 他也可以安心地去世了 但下一刻然却察觉身上传来动静 睁开眼睛一看 他的俏脸瞬间痛苦 原来是文臣志在帮他缠绷带疗伤呢 片刻后染向着文臣志道歉 都是因为他才让剑没了 文臣志闻言扑的一声笑了出来 说他是不是被打傻了 谁说他的剑只有一把了 男人是镇守魔戒边界的最强剑仙文臣志 而他只是检查这个来魅惑他的魅魔 有没有杀过人 在确认没有杀人后 文臣志将魅魔染放了回去 回到魔戒的染面见魔王 本以为会受到魔王的惩罚 毕竟他魅惑文臣志失败了 结果魔王并未惩戒他 还给他放一炮 庆贺他在最强剑仙下活着回来 但是这位魔军的首领梦琪 并不会那么简单地放过人 他让染明天继续去诱惑文臣志 并且还给染魔军宝库的钥匙 可以去拿一件宝物去对付文臣志 不过适当地对染敲打还是要的 比如被文臣志杀死的魔军四首领 被孟琴收集回来做成了牛排 静静看着他们吃下 孟琴扶到染的耳边对他说 魔戒不需要废物 如果连满分毕业的 都拿不下文臣志 那不如跟牛头人一样做成牛排 你说呢 这话效果群拔 让染的双腿不禁颤抖起来 染表示自己会尽力的 片刻后染来到了魔军武器库 染的小学妹喵原跑了过来 原来是喵原听说了染的危险任务 他非常担心染 不想让染再去了 但是染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他安慰着喵原 让他不用担心 也述说着上次的任务经过 述说着文臣志温柔的一面 喵原听了不由说 是不是文臣志喜欢他 不然怎么会帮他杀了第四军长 还放他回来 染听了连忙让喵原停止鼓闹 文臣志是不是喜欢他 他能不知道吗 但是真实原因 因染也说不出口 只能说他跑得快 喵原文言这才放心 知道打不过会跑而不是死客 毕竟像他们魅魔想打过其他种 怕是在梦里才能实现 然而这句话却是让染心中一动 连忙跑向武器库 并对着喵原道谢 原来是喵原的话 让染想到了武器库 有一个梦言卡片 作用是将半径五米生物 拉入梦境 有卡持有者支配 而在梦中所做的一切 都会复刻到现实中 比如梦中变成狗 醒来就会汪汪叫 所以染打算在梦中 征服那位最强剑仙 与此同时另一边 文臣志正在尝试突破自己 昨天那一战提醒了 无剑则无措 纵然牵剑在手仍不可松懈 他必须早日练成人剑合一 仅仅片刻后 文臣志便达到了 这个人剑合一的境界 现在的他仿佛 就是一把渴望鲜血的利剑 非常想找一个人宣泄一下 也就是在这时染刚好过来了 而染却也刚好听见 文臣志说要发泄一下 这话先是让染一脸懵 然后瞬间瞄斗了 春冷花生万物 又到了繁衍的季节 即便是人界第一剑仙带 也是不例外的 染却的文臣志独守墨孤山 身边又没有女人 一定很寂寞吧 如果按教材上所说 只要在对象动情时语之拥抱 就能可以打上魅魔闹音 只要魅魔印上的数值 达到百分之一百 那个人今后就是他的谱从 如此一来 他的任务不就完成了吗 但这时一道剑气 从染尔边滑火 文臣志询问他还不跑吗 等着被他生吞活泼吗 染剑状有些犹豫了 他真的要和这个恐怖的男人结合吗 但染一想到四军长的惨状 还有他的院长和小学妹 染决定拼了 而文臣志见染还不跑 他决定将染打飞 不染等他爆发 染绝对承受不住 结果让文臣志意外的来了 染竟然直接扑到了他的怀里 也就在这时魔界的第三军长若鱼 向着这魔军首领孟琴汇报 表示他的院种经过数十年的生长 终于爬满了整座山 院种看似是藤蔓 其实是一种监视器 并且极其坚韧无惧任何武器 而且在发育最后一天 就能穿过山门 他们就能前去魔界就回前任魔王 然而下一刻监视景象中 文臣志一见竞将藤蔓和那座山全部整死 他的信号直接中断 他们的谋划瞬间破灭 这不禁让魔军首领孟琴质问他 说好无惧一切兵器呢 不过让他们不知道的是 文臣志只是力量一时间没处是否 然后不小心手滑了 这结果不但魔界他们不知道 连燃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文臣志为什么突然发大火 当连的手碰到地面时 连他知道了 瞬间魔法阵生成 连把他在魔界的床召唤了过来 身为人类肯定是喜欢床的 而连也在床上滚来滚去的 似乎有点期待 结果下一刻文臣志直接将床打碎 连被打飞了出去 当连睁开眼睛时 文臣志已经近在咫尺 他询问连真的期待对他为所欲为吗 但是文臣志却没得到回应 因为连在咳出一口血后晕了过去 文臣志看了一愣 立马发现连昨天的伤势复发了 文臣志不由地一把捂住脸 将连公主抱起 伤口都没有痊愈就来挑战他 然而就在这时 连从魔军武器库得到的孟严卡发动 而连是支配者 文臣志是被支配者 文臣志顿时眉头紧重 无尽剑气从他身上爆发 孟严卡瞬间卡壳了 而听到文臣志询问谁是支配者时 孟严卡非常耸地喊文臣志主 紧接着孟严卡发动了老师与校霸的情景梦境 而文臣志刚好可以借助着孟严 对连进行一番拷问 这个是沦陷者刻意 只要对他人心动沦陷值就会增加 当到百分之一百时 就会彻底变成支配者的主力 而连本来是孟严卡的支配者 但是在最强间线的实力威胁下 这张孟严卡果断叛变了 导致连在学霸和教师的情景梦境醒来时 就被孟严卡通知他是被支配者 而文臣志是支配者 他必须听从文臣志的命令 连顿时懵逼了 他觉得一定是孟严卡出问题了 立马对着文臣志温声细语的道歉 想把文臣志哄骗出去 告诉文臣志只要在孟严卡上点满意 就能脱离梦境出去 在连期待的目光下 然而下一刻文臣志的话让连裂开了 只因文臣志说他不满意 原来文臣志也知道了沦陷者刻意 只要被支配者的刻意达到百分百 就会对支配者言听计从 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满意出梦境呢 一旦刻意满直了 他不就有一只魅魔小奴仆了吗 文臣志告诉连如果不想这样 必须要让他享受到梦境的快乐 所以现在连在梦境的身份是老师 该他去上课了 连听了不禁握紧了拳头 为了文臣志能够进行 他决定用出在学院中学过的最近报一课 那可是曾经让所有姐妹都捂住双眼 却还要从指尖缝偷偷看的魅魔狩猎最后一步 首先连画的是推倒猎物 只是画着画着连就有些画不下去了 毕竟这样画出来绝对过不了什么 就在连不停的作画中 文臣志提出了他的疑问 说连画的是删减版吧 连本想反驳怎么可能 文臣志却直接把他壁动在墙上 结果粉笔在黑板上画了起来 并表示连所说的其实是在十年前 人魔大战的时候传过去 这个的原文是叫双修从入门到断起 由他师父所编 图由他所画 随即在文臣志的作画下 一副道理双修图栩栩如生的在黑板上显现出来 而下方连所画却是两个火柴人 连直接看字毙了 这差距也太大了 文臣志询问连魔界就教他这些吗 然后把孟严卡的惩罚目录打开 里面有各种的惩罚项目 反正在梦里也死不掉 如果连不倾囊相受 那就一个个来试试吧 连这一听直接就是怕了想跑 到底谁才是恶魔呀 文臣志瞬间将然捆了回来 告诉他如果不再教他更有料的东西 保不准就会用到他身上 连立马叫文臣志一个切面膜 作用是只要心里想的衣服的款式就能变出来 文臣志询问连变出来的装备有附加属性吗 连表示没有 好看还不够吗 文臣志没回应连 而是点开一个稍屁屁的承诺 连剑状连忙说自己在想想 随后连拿出了一个面包 他只要施展食物魔法 就能把食物变成任何想要的造型 文臣志询问连吃了换形态的食物有附加属性吗 连惊讶了 变得这么可爱的造型怎么下得了口 文臣志直接拿出一个断头台 连哭了 大喊着他在想想 只是他的魅魔专用魔法已经讲完了 最后能讲的只有黑暗魔法 在他的记忆中院长讲过 黑暗魔法是属于B级以上魔族的技能 对于D级魅魔族并不适用 是他们魅魔一族遥不可及的梦 在染细心讲述时 发现文臣志在认真的做笔记 通过染的讲述 文臣志也理解到了黑暗魔法与修真体系的不同 难怪当年他师傅没研究明白 文臣志告诉染 这个可比染之所教的那些虚有其表的招式靠谱多了 染文言神色有些暗然 因为黑暗魔法非常看重体质 搜集到的暗之力 必须经过身体转化才能用于黑暗魔法 他们魔族的等级 就是根据对暗之力的转化率划分 比如B级魔族牛头人就有50%的转化率 他们魅魔一族只有可怜的5% 而人类只有1%的转化率 学会黑暗魔法也没什么用 但下一刻让人惊讶的来了 仅仅只有1%转化率的文臣志 竟然用出了黑暗魔法 染呆住了 这可是他们魅魔一族都接触不到的领域 然有些破防啊 原来5%也不是不能用啊 他们魅魔一族也是可以拥有梦想的吗 文臣志看着哭泣的人 似乎是知道他们的不义 但嘴边的话可不饶人 但也是这样才能让染 接过他刚才写的修炼新闻 让他回去好好地练 并在梦魇卡上点了奶 随着老师与笑霸的梦境结束 正当然以为可以回现实时 后妈与逆子的梦境开始了 而染这次扮演的是刚死去丈母的后妈 文臣志扮演的是青春叛逆的人 原来腹黑的文臣志 把染身上的梦魇卡片全部启动 染顿志就麻了 要知道他现在的轮陷值 已经来到了40% 再继续折腾下去 说不定就满值了呀 而他以后岂不是什么都要听文臣志的 正当然绝望地以为 自己要成为魅魔之耻师 他发现文臣志身上 竟然有魅魔烙印 是他之前抱上去印上的吗 可这不是必须是 猎物动情了才有的吗 难道文臣志对他了 染顿志信心满满起来 开始扮演起后妈形象 说要去给文臣志做反 只要让文臣志动情 魅魔烙印就会跟他的 沦陷刻印一样推定百分点 只要文臣志先达到百分之百 那文臣志就是他的奴仆 这是魅魔烙印 但是拥有烙印的本人 却是看不见 而他跟沦陷者刻印相同 只要让对方心动 然后达到百分之百 都会成为对方奴仆 而染在后妈与逆子的梦境中 扮演的是后妈 他为了让文臣志心动 决定给文臣志做一顿大餐 俗话说得好 征服男人首先就要征服他的文 而且要知道之前在魅魔学院时 他可是学院中的大厨 无数姐妹沉浸在他的美食中 甚至发出如果他不是魅魔 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妻子宣言 所以染对于他做的美食 有着无比的自信 并打算亲自对文臣志投胃 只是当文臣志吃下后却是喷了 质问染做的什么东西 染表示他做的是玉米甘子会浴 佐料是蛋壳 文臣志麻辣 这能吃吗 染却以为是摆盘不好看 直接施展食物变形魔法 将刚才的会浴骨变得无比的精致 并问文臣志现在他胃口大开了吗 文臣志看着染端来的变形不变质的食物 直接就是给染来了个逆子仙猪 染见状连忙哭喊他去重做 面对文臣志的刁钻嘴巴 染只能拿出他的看家本领了 那是一口就能让全校师生感动落泪的料 也不需要过多调味 完全原汁原味 这道料理就是西瓜皮 文臣志看麻木了 他甚至开始怀疑染是来消遣他的 直到听到染说西瓜皮是他们生日才能吃到 刚才的料理也是他吃过最好的大餐 文臣志对此直接发动孟严卡 染却以为文臣志要惩罚他 在他瑟瑟发抖下 文臣志把真正的西瓜照画了出来 然后手劈西瓜 让染尝尝真正西瓜是有肉的 在染小心翼翼咬下一口后 他不禁捂住自己的翘脸 泪水在他眼中流出 原来真正的西瓜是这么甜的吗 然而他的沦陷值却暴涨到了50% 染也麻了呀 他明明是对西瓜心动了 为什么会长人限制啊 此时的文臣志一口咬过染吃过的西瓜 好奇地询问染为什么吃瓜皮不吃瓜肉呢 明明瓜肉更甜 染捋了一下秀发表示 他们也知道瓜肉甜美 不过瓜肉是其他魔族的食物 瓜皮才是魅魔专属的 文臣志文炎摇了摇头 专属什么的 怕不是吃别人剩下的吧 他曾经小的时候就见过魅魔族在垃圾桶早吃的 他本想让师傅帮助他 但他师傅说过的话让他记忆犹新 师傅说过万物皆有自己的生存方式 连明法是种傲慢 染其实也知道他们是吃别人不要的东西 只不过他们魅魔一族对魔界确实没什么贡献 待遇差也正常 对于文臣志送他的西瓜 也让染对未来有更多的憧憬 终有一天他会让他同胞也吃上了 文臣志看着这个乐观的家伙 他的腹黑又发作了 他看着染表示想要做到那些 就要先征服他吧 说着文臣志把后妈与逆祖的梦境结束 然后启动女王与野狗的梦境 之前两次都是染要征服他 现在文臣志决定要他来征服染 文臣志想让魔君见到染变成他奴仆的表情 而染有些慌了 只因被文臣志触碰了一下 他的轮陷值就长得不停 文臣志询问染只要征服他 他们魅魔就能过上好日子 看到染的点头 文臣志对染说想的美 他要看染一败涂地 而不得不叫他主人的样子 那简直乐到不行了 但这时染却看到文臣志的魅魔烙印增加了 染对此无语了 这是什么谢见贤 喜欢把别人的痛苦 建立在他快乐之上是吧 这时染突然想到梦境中 是不限制魅魔魔法 他有些得意发出哼哼声 果然进攻是最好的防御 于是染直接开始他的大招百昧之阵 可以分出一百个不同性格的分身 来诱惑文臣志 文臣志随手一挥就将这些分身打散 但染不在意 因为在梦境中身为魔族的他 无论用什么招数都不会消耗魔力 但是文臣志就不行了 身为人类的他力量是有限的 随即又是一百个分身朝着文臣志诱惑而去 而当然为此得意不行事 文臣志却在询问染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在这个梦境中他才是支配者他 随着文臣志对染发出跪下的命名 染个一百个分身夹上他 全部朝着文臣志跪了下来 染顿石器的翘脸通红 都是那个该死梦言卡把他坑了 不然早拿下文臣志了 不过好歹在这个梦境中他是女王啊 文臣志走向染了 抚摸他的翘脸反问他 身为王国女王的他 伪身于野狗的奴仆有什么不对吗 而接下来文臣志决定要给这个嚣张的女王一些惩罚 他拿出了一个西瓜 将瓜肉送到染的嘴里 染虽然不知道文臣志想做什么 但他决定吐掉 结果在文臣志的命令下根本做不到 只不过这个西瓜真的好甜 他也有点舍不得扑 而文臣志继续对染头胃并说着 魔君只给他吃瓜皮 只要做他的奴仆就有吃不完的西瓜 阮古这俏脸瞪着文臣志本事 他身为魔族绝对不会臣服人类 文臣志不在意的呵呵一笑 他可是看得到染的沦陷值 而70%的沦陷值已经出卖了他 这个女孩似乎要成为魅魔一族之痴 只因他的沦陷值已经来到99%了 当满职时 他就会成为文臣志这个人类的奴仆 对此染是想尽办法压制对文臣志的心动 并且回想之前所学过的魅魔知识 有什么可以反击的 染想起面对文臣志这种强势的男人 应该也是渴望得到认可与称赞 然后用甜言蜜语满足他们的自尊心 毕竟好像至今为止 他都在怼文臣志 于是染一反常态主动突击 他握住文臣志的手 夸奖他的手修长有利骨节分明 如造物主一般怎么不让他心动呢 然而文臣志却反握上染的手 闭脸笑意地看着染 感受着手上传来的温度 染的脸顿时就红了 这个谢剑仙太强势了 还是换个夸的地方 于是染就夸起文臣志英俊潇洒的外貌 灿若星河的剑毛 唇藏刀锋的嘴 下到好处的五官 说着说着结果染法花吃了起来 这简直就是他的菜啊 片刻后当然反应过来 不禁捂住了脸 太夸张了 怎么是他被诱惑了 但是染没有放弃 又夸起了文臣志的身材 说他腹肌剑朔云称线条优美 说着染的俏脸又开始泛红了 这也是他的菜啊 这让染有些自暴自弃了 他不能再盯着外表夸了 于是染又开始夸起文臣志的内心 说他善良温柔 在他被四军长打伤时 为他及时包扎 是世界第一好人 文臣志拿出诗巾 为染擦拭眼泪说 竟然在他眼中那么优秀 为什么再去效忠那个糟糕的魔戒 来他这里不好吗 染的神色黯然 魔戒再不好也是生养他的家乡 他刚出生时就被丢弃 捡垃圾为生到了五岁 然后被院长收留进了学院学习 他还没给同胞们争口气 他不能走 也不想走 这些话让文臣志回忆起了小时候 见到了一只捡垃圾为生的小魅魔 他本想带那只小魅魔去往人间见 结果小魅魔拒绝了他 而他的理由是他们这个魅魔种 生来就会被丢弃 就算能救得了他一个 也就不了全部 而他如果去人间借过好日子 跟他捡垃圾为生的姐妹将会恶度 文臣志那时本想能救一个是一个 最终小魅魔还是拒绝了他的好 他要等他变成最强的魅魔 然后带上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 这时文臣志也明白 当时那只倔强的小魅魔就是他呀 文臣志摸上了染的小脑袋 对他揉了揉 这些年真是辛苦他了 这话让染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 然后直接放声大哭起来 与此同时另一边魔戒二军长所在地 此时他无比满意 因为他察觉到文臣志已经来到了99 很快那个魅魔就能将人界第一剑仙化作 奴仆带回来 然而他却没看到孟严卡有些颤抖 只因他害怕文臣志的武力 两人的身份被他调换 他现在开不了口说实话呀 所以孟严卡随便编了个借口说 文臣志力量太强 文臣志只能到99% 到时孟静将会压不住他的力量破碎 这话让二军长急了 骂了一声孟严卡被武 为了不前功尽弃 他决定亲自前往孟静 孟严卡松了口气 只要去了 结果如何就不关他的事了 而密境里文臣志想给染一个安慰的拥抱 染瞬间就是拒绝了 他沦陷值已经99了 说不定再触碰一笑文臣志就直接百分百了 所以现在他不能再被文臣志诱惑 文臣志见状正想做些行动 结果这是一条蛇尾向他们甩来 将毫无防备的两人困住 这也导致两人的嘴唇一不小心触碰到了一击 而来人正是第二军长 此时他有些愤怒 明明就差1%还磨磨蹭蹭的 直接往死里倾就舍了 要是一次不够的话 那就来第二次 而染在和文臣志分开后 惊慌的大叫起来 因为他的沦陷值来到了百分之百 一旦沦陷值满直梦境就会解死 而染也在解除梦境中晕了过去 至于第二军长看到文臣志一醒来 就去保护魅魔 以为他是真的沦陷了 对此第二军长也毫不客气地将然 当成文臣志的弱点 将他们两个一起进行打击 仅仅片刻后 文臣志他们就被二军长兵封了 二军长见状不禁嘲讽一句 终究只是脆弱的人类 这身体素质跟梦魔一样的低劣 但就在这时被冰封中的文臣志睁开了眼睛 二军长顿时有些大惊失色 而文臣志伸出手 仅仅是轻轻一滑 冰封他的冰块瞬间破碎 并带着一道剑气斩向二军长 二军长用着他的冰支堡垒想要抵抗 但是却是一触脊髓 被狠狠地扫飞了出去 此时的二军长脸上充斥着不可置信 文臣志轻飘飘对着他回了一句 我们并不低劣 这可能是魅魔女孩最羞耻的黑历史 只因他的沦陷值已经是百分之百了 所以在他面对文臣志时 直接就是喊他主人 说要追随他一辈子 文臣志见状腹黑属性又发作了 他拿出手机打开录像 让人把刚才的话附属一遍 百分百服从的染遍 把刚才话又说了一遍 说文臣志是他的主人是他的荣幸 他以后生是文臣志的魔 死是文臣志的魂 请主人开口命令他吧 然而文臣志却在这时打了一个响指 解开了被沦陷刻印控制的人 文臣志看着清醒过来的染笑 然后把刚才的录像拿给染看 顿时染的翘脸那叫一个通红通红的 他抱着文臣志的腿大喊 可以为他做模做模 只求文臣志不要把录像传出去 而文臣志却带着染来到一处瓜田 让他下去干活 染吃惊看着漫山遍有的西瓜 文臣志摸上他的小脑袋保持 以后跟着他每天都有瓜吃 时间来到第二天夜晚 身为瓜娘的染背着一袋西瓜 回到了魅魔学院 他准备给他的姐妹们一个惊喜 这时染听到有人让他拿桌上的相簿 当然拿起是他人懵了 为什么他照片变成黑白照 而染的小学妹喵原再看到染后愣住 然后立马拉上染去往学院打听 原来魔戒的二军长在被文臣志打回去后 以为染也被文臣志杀死 为了纪念染的牺牲 正组织魅魔给染挨掉 在染被喵原带来后 听着染的出声 二军长转头看到染直接傻了 下方的魅魔们也惊讶了 二军长为了掩饰自己的肝大 立马把刚才准备的吃喜 改成迎接染凯旋的宴会 而喵原他们也吃起染带回来西瓜 就在染与院长温存时 就听到二军长询问他既然活着 那么文臣志那个奴仆怎么没带回来 染文言正回应文臣志魅魔印记还没满之 二军长打断了染的话 什么魅魔印记不是沦陷之刻印吗 只可惜文臣志意志坚定哪怕沦陷了 还保留着个人意志 染顿时明白了二军长 不知道他们身份最患的事 孟严卡片启动时 本该在文臣志身上的沦陷刻意 不知怎么地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而文臣志的魅魔印 进度目前仅8% 染对此有些难办 他不知道文臣志魅魔印记会不会在这 所以不知道该不该和二军长说实话 然而这时二军长单方面宣布 以后魅魔一族的待遇和其他魔族同价 一日三餐食材均为新鲜原料 染看着这一幕 立马把真话咽了下去 说他一定会把最强剑先带回来 他豁出去了 能让姐妹们多享受一天是一天 对此二军长准备再给染派一名帮手 不过这时一个人类被二军长召唤了出来 原来向往魔界的人类就会被魔军召唤 而这位母胎单身的男人虽然精力旺盛 但历经三年已经被他们吸完 紧接着二军长喊了一声喵远 喵远走向那名人类 手上带着不知名的光晕 在染他们惊讶的目光下 仅仅片刻后那名人类竟然满血复活 原来喵远其他成绩不行 但是实践能力慢 能把已经吸干的人类 再度获取最后一波经济神 所以二军长决定派出喵远去往人界辅助人 喵远也是很兴奋 他一定会帮助染把剑仙吃干抹尽 不久后的莫姑山 染拿出文臣志的画像 告诉喵远一定要小心他 这位剑仙不仅剑术高超还阴险脚诈 喵远文言疑惑了 他不是已经变成奴仆了吗 为什么要小心他呢 而且为什么还要打扮成女仆装呢 染瞬间卡壳了 决定还是告诉小学妹他没有征服文臣志 就在染要说时 喵远阻止了他 让染不用解释 他已经懂了 染学姐你肯定是准备 以卑微的女仆身份调教最强见线 然后彻底摧毁他的自责 这简直就是吓人诛心 不愧是学院的第一妹魔 染愣住了 真是他的好学妹 只有在他这里才能重新找回自信 他只要成功征服文臣志 那么之前撒的谎就能全部约上 于是染不知道哪来的信心 自信满满带着喵远去见文臣志 而另一边文臣志正在进行每天的端子 此时他正在和他的师父通话中 原来是人界大会即将举行 又有部分人类高层借助魔族力量为非作代 他们决定在这次大会中 将这些二五载清理掉 而师父想让文臣志回来参加 文臣志本不想去 师父直接来了一句 你也不想人魔大战再次爆发吧 让文臣志根本拒绝不扰 然而其实真正的原因是 这次各大家族的闺秀都会到场 他们都想目睹第一剑线的风采 简单来说就是给文臣志牵红线 师父心疼文臣志一人手扇太孤独了 而文臣志看着远处的人 表示最近自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文败 这话让师父激动坏了 想询问男女时却被文臣志挂断了 文臣志驾驭飞剑来到染的上空 看着染询问 怎么又多出了一位魅魔 染为文臣志介绍了喵原 并说是和喵原一起来服侍她的 知道怎么按摩更舒服吗 女孩是魅魔一族支持 毕竟哪有魅魔说要服侍人类的 而魅魔小学妹 喵原听了也是一脸惊讶 染对此联盟说自己是口误 不是服侍是调教的 然后来到文臣志的身边 让喵原看他是怎么调教的 文臣志见状拉上染的手 他的腹黑属性又又又发作 笑着对染说女仆大人 请像昨天一样调教我 喵原文言看向染 有些好奇染是怎么做的 染正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谢见仙 会帮他做掩护 就听文臣志说 女仆大人昨天可是跪下求我收了他 面对喵原吃惊的眼神 染联盟解释不是 不要听文臣志瞎说 而文臣志却拿出了染昨天 叫主人的录像 询问喵原要不要看一下染是怎么做的 染顿时就急了 立马让文臣志删掉 那么羞耻的录像 怎么能让他的小学妹看 而喵原看向染一脸不解 不知道为什么魅魔学院第一 要向人类摇为起怜呢 染想要解释 却又被喵原打断了 他表示自己惊动了 一般的驯服只是虐神 而染学姐你强行 收服文臣志的行为是攻心 这是要让人界守护者 为了魅魔与全世界为敌 染不嫌是大让染快下跪调教他 面对文臣志的助攻 和喵原期待的眼神 染只能跪了下来 对着文臣志大喊 求你快收了我吧 文臣志扑呲一声笑得出来 这也太好玩了吧 染不满的鼓起俏脸 这个谢剑仙真是腹黑死了 然而这时喵原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拿出一本书说这样还不够 按妖妃路线走的话 应该还要在文臣志耳边 说出致死故虞的誓言 染害羞了 质问喵原从哪学来这些的 而文臣志立马火上浇油 表示喵原说的都对 快点给他安排上 染没办法 他来到文臣志身前 说了一大堆的甜言蜜 然后垫起脚尖 附到文臣志的耳边 喊了一声文臣志 文臣志对此回应了一声 染便有些结巴地 发出最后的誓言 说会陪文臣志一辈子 这话让文臣志一愣 紧接着他神情 慢慢地温和下来 对着染回应一声好 而喵原也察觉到 文臣志的眼神变化 那不是强行支配的效果 而是发自内心的动情 这让喵原不禁回忆 在学院的时候 不管是学习 就算通宵了一周 他就只能排在第二门 还有做料理的时候 明明他是暗染学姐不皱皱 可是大家就能吃出屈皮 而且就算最重要的魅魔魔法 他还是不是染学姐的对手 身为学院第一 染学姐的光芒 真的很要眼 将渺小的他彻底掩盖 所以这些年 他未求心理平衡 便去帮助魔君 榨取废人精气 提高实践能力 然而这种事 却是染学姐 根本不用接触的 身为学院第一的他 不需要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被魔界高层的赋予众人 可是即便如此 身为暗处的他 也想被人看见 既然文臣志已经动情了 那正是展示自己的好机会 将文臣志变成他的猎物 于是喵原询问 文臣志需不需要他来调整 要知道他的双手可是练脉 只要他双手双短齐下 被施法者就会欲仙欲死 宛如坠入冰火莫窟 他不信文臣志不会沦陷 到时就能把染学姐的魅魔印尽 变成他的了 只是随着他双手 帮文臣志按摩 却被文臣志说 是给他在挠痒跑 喵原顿时就赏了 在喵原的皱眉下 文臣志直接让染癌给他按摩 而不甘心如此的 喵原开始加大力度 甚至开始燃烧魔力 结果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但学姐只是小拳拳锤秀 却是得到了文臣志青睐 对他却是什么反应应用 这把喵原打击的不行 只能说不愧是学院的第一 喵原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可是喵原真的不甘心 自己一点颜色都没有 于是喵原他豁出去了 开始吟唱起陷阱魔法 他以自己的生命为祭品 换取更强大的魔力 他一定要文臣志的目光注视到他 染剑状大惊失色 他认出喵原在用陷阱魔法 立马过去阻止他 要是在陷阱下去可会死 但喵原拒绝了染的好意 他大声对染树说着 从小到大他是那么的优秀 和你在一起别人根本看不见 哪怕赌上这条命 我也想赢你一次 那眼神是如此坚定 然可不管喵原怎么说 他只知道再这样下去 喵原会死的 而这时文臣志给了喵原一巴掌 喵原倒在地上 同时陷阱魔法也跟着消失 至于文臣志看着喵原皮笑肉不笑的 你这菜女仆 技术烂还要玩 让我给你展示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按摩 首先是拿肩甲 之后是推额面 然后是柔足心 再之后是掐绍伤 还有擦紧后 最后是拍肘和吸两窝 直至皮肤热红 可知外界会着力气入侵 肌体导致的阻止 当这一套雕下来后 喵原差点直不起腰来 这是你从未见过的纯情妹魔 仅仅是看了男人一眼腹肌 竟然就直接晕了过去 此时这位纯情小妹魔喵原 正接受他学姐染的疏通经络 毕竟之前那个谢剑仙为了教他按摩 可把他按得直不起腰来 不过喵原也在跟染道歉 不管是小时候 还是现在 自己冲动下的决定 都是染学姐来帮他善后 染文言摇了摇头 其实这应该是他的错 都是他好面子才撒的谎 而染也把真实情况说了出来 说孟严卡搞错了身份 沦陷百分之百的其实是他 文臣志并没有被他所征服 但喵原可不信 说染不会撒谎 要知道孟严卡可是极魔物 他怎么可能会搞错身份 难不成是被文臣志吓的吗 他不需要圣者的怜悯 染听了那是一脸的无奈 说真话还没人信了 这时外边的文臣志询问 他们喜欢了没有 染回了句马上 开始快速帮喵原擦拭头发 但喵原却一把拉住了染的手 表示为什么要出去了 然后直接喊文臣志进来一起目 文臣志听了并未进去 毕竟他家浴缸可容不下三人 他让染他们快出来 浴室里的染也在质问喵原玩什么 喵原笑眯眯的说 洗澡是人类最放松的方式 这可是取得身心最好时机 染文言想了想 觉得喵原说的有道理 于是染发动了魅惑魔法幻境 而外边的文臣志 在不停催促他们快乐 这时喵原却把浴室的门打开了 文臣志进到里边就看见他的浴室 变成了阳光海滩 他哪不知道染又在整花里 胡哨的幻皮法术 文臣志刚想说什么 喵原已经走上来 他让文臣志赶紧躺下了 让他来搓背 他一定要好好抱上午的按摩之城 但是这时的喵原却傻眼了 只因文臣志把他的外衣脱了 显露出了他的八块腹肌 纯情的喵原哪里见过这点 以前他是有帮助魔君 吸收人类的精气神 但他们要不就是胖的跟猪一样 要不就是瘦的和戏狗一样 唯独没有见过文臣志这样的 瘦到的冲击一时间过大 喵原居然直接昏了过去 染剑撞门想带喵原出去 文臣志直接把飞剑召唤出来 将喵原带了出去 毕竟文臣志还要染代替喵原给他搓背 这让染有些脸红的想要拒绝 但是染一想到之前喵原和他说的那些话 顿时染就下定了决心 他要留下来伺候文臣志 文臣志对此一把拉过染 警告他不要耍什么小动作 不然他怎么搓的 等下就十倍奉管 染拼命摇头示意自己不会 文臣志见状便让染开始了 染细心地开始为文臣志搓背 期间还有些不好意思询问文臣志力不够吗 文臣志没有回应 他放松地呼出了一口气 染看了看 他没想到文臣志会露出这样的怀气 跟平时皮笑肉不笑的他完全不同 染便有些好奇地询问文臣志 是不是很久没有人给他搓过背了 这不禁让文臣志回忆起十年前的人魔大战 经过那鲜血淋漓的场面 似乎从那以后他一直都是一个人 文臣志夸奖一具染的手法不错 然后把染拉了过去 礼尚往来 这次轮到文臣志帮助染搓背了 而外边的喵园被冷醒 此时的他气愤不已 竟然把他丢出来吹冷风 但他再看到浴室里的一幕或不禁令 显然他是误会了 同时也佩服其染 竟然先他一步与猎物结合成为魅魔完全体了 就在这时二军长找来了 他询问喵园征服文臣志进度如何 喵园便把他的补脑说了出来 也就是那个什么霍国妖妃的策略 让文臣志背叛整个人类 也说染要成功了 现在已经做到了最后一步 二军长文言有些不满 都已经最后一步了 为什么还没把文臣志带回魔戒 质问喵园是去摸鱼的吗 喵园大喊冤枉 说文臣志的眼里只有染学解液 他无论做什么都引不起文臣志的注 二军长听了不由皱眉 猎物都情深至此了 染却不把文臣志带回魔戒 那只有一种可能了 那就是染已经爱上了文臣志 所以拖着时间不把文臣志带回魔戒 喵园文言很是惊讶 立马否认了这个说法 这可是禁忌之恋 二军长便让喵园回忆一下染的所作所 喵园这一听便想起 染在和文臣志接触时 表现得很是羞涩欲举观影 仿佛就像情侣之间的打情骂条 想到这喵园正正出神 而二军长话语在这时想起 大致意思是 喵园的表现他都看到 同入学士就与染形影不灵 明明他也很优秀 却被染各个方面压了一头 喵园推脱说没事 现在有这样的成绩已经知足了 但二军长却不给喵园继续说下去 他表示如果能把文臣志杀了 那么最强魅魔之名就是喵园了 喵园文言不顾二军长身份打断了他的话 着急地表示 不是只要带文臣志混魔戒就行了 如果杀掉文臣志的话 不就是亲手毁了染的初恋吗 二军长不屑一笑 不需要管那种恋爱恼 并答应喵园只要杀了文臣志 就能加入魔君从此一飞充天 从此管理魅魔族群 曾经高高在上的人 也可以任由他踩在脚顶 紧接着一道黑暗魔法在喵园面前显现 喵园见状不禁瞪大了眼睛 这是他曾经渴望而不可求的黑暗魔法 二军长让喵园把手伸出来 然后随便找一个东西摸一下 顿时那颗大树瞬间被摧毁在一起 原来喵园手上的刻意 能在一个小时内 将喵园处碰到的对象都炸成灰机 喵园下定了决心 魂臣志就由他来亲自解决 将染学姐重新拉回正馆 魅魔女孩手中的印记是炸裂巨吻 只要轻轻触碰 能将人摧毁在一起 而他的目标本是杀死人类最强剑线 却被剑线要挟他的学姐倒在了身前 原来魅魔女孩喵园 在得到魔戒二军长的指示 干掉那个剑线 为了拯救他的染学姐 也为了迷惑最强剑线文臣志 竟直接公开摊牌说 要和染他抢男人 染也步步地文臣志了 他一脸担忧地询问喵园没有发烧吧 喵园表示自己很清醒 对这位英俊潇洒的志强剑线一见钟情了 说着就想抱上文臣志 结果文臣志躲开了喵园的拥抱 然后对着喵园说一谱不是二种 除非是染将他拱手让人 没错文臣志还沉浸在半眼染的奴仆中 而他还坏笑地询问人 舍得将他让给别人吗 染有些迟疑了 别看文臣志嘴上说是他的奴仆 实际上他才是 目前来说他是屡战屡败 每每都是被文臣志戏耍 从未得手过 反观喵园开朗又大胆 每次出击都是面不改色的 而喵园这时有些绿茶起来 拉着染开始撒娇 说他这些年帮助魔军对付人类 实战经验很丰富的 就把文臣志让给他吧 说着喵园又把手伸向文臣志 染听了看着喵园那主动的模样 他不禁回忆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 确实是拿不下那个男人 大多还都是被他捉弄 但就算如此 为什么自己还是期待 出现在文臣志的面前呢 看到喵园的手 就要触碰到文臣志时 染出手阻止了喵园 同时染向喵园 拒绝了将文臣志让给他 因为文臣志是他的猎物 而一旁的文臣志文言也不由一愣 然后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至于染在说完那句话后就两红了 但是文臣志他是不会让他 喵园听了后不再装了 手上的黑暗魔法涌动 只因喵园确认了他的染学姐真的动静了 染在看到喵园手上黑暗魔法 那是一脸的震惊 询问喵园为什么会黑暗魔法 而喵园直接越过了染冲向文臣志 想要将他手上的炸裂之纹触碰到他 只要触碰到文臣志他的任务就完整了 甚至喵园想让染一起抓住文臣志 染无奈了 先不说他会不会配合 想抓住文臣志那也太高估他的武力 而文臣志来到染身边后 一把搂过染 然后这个谢剑仙竟然把染推到他的前面 并且对喵园说 只要赶炸他 那么他就拉着染一起陪葬 喵园停了下来 气愤的对文臣志大吼 竟拿心爱的女人当肉盾 又看向了染 让他快离开那位谢剑仙 染摆烂了 因为他根本跑不掉 喵园健壮不知该怎么办 同时喵园手上的印记 开始反向入侵喵园 染力马就认出来了 这是黑暗魔法反噬了 他听院长曾经说过 黑暗魔法是汲取生命体的暗之力发动 他们魅魔只有5%的转化率 因此如果使用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黑暗魔法 就会被黑暗魔法吞噬自暴而亡 喵园在这时也想起来了 也明白了二军长为什么说实现只有一个小时 原来这一小时就是他身体承受的极限 黑暗魔法有指定诛杀对象 如果一小时内杀不了文臣志 他就会被黑暗吞噬 不过现在暗之力不满全身 倒也方便许多 因为只要靠近文臣志自暴就行了 只不过那样做的话 染学姐也会跟着一起陪葬 喵园犹豫了 他真的要这样做吗 他不禁回忆起小时候 染学姐为他闯祸擦屁股时 从未责怪他 相反还不停地安慰他鼓励他 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 就将染学姐的生命一起搏走什么的 他做不到啊 然后指着他们两人大骂 以致祝福 以这魅魔之耻和人界渣男所死的 然后头也不回地远离文臣志他们 这次就是永别了 正要追去的染却被文臣志按住 文臣志让染放心 交给他就好 染文炎正正看着文臣志 而另一边的喵园 他边跑边骂骂咧咧 骂染是恋爱脑是书呆的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扛的蠢 是有史以来最丢脸的魅魔 但喵园并不后悔和他做仪式的结果 随着倒计师归零 自爆将要开始 喵园的身体也被黑暗魔法完全侵蚀 闭上眼睛等待着自身生命归零 然而不久后 当喵园再次睁开眼睛时他疑惑 明明时间已经到了 他为什么没死 而染也扑到了喵园身上 再染的解释下 原来是文臣志用他的风魔剑阵 将黑暗魔法封印了 直接将喵园身上反噬印记消除 后知后觉的喵园这才反应过来 然后放声大哭起来 真的是吓死喵了 不过一根勺子突然堵住了喵园的嘴 原来是染给喵园头喂西瓜吗 让他冷静冷静 这时谢剑仙却一把巧合西瓜 表示不要拿他的西瓜喂别人 随后文臣志看向喵园询问他 救命之恩他该怎么报答了 喵园傲娇的来了一句任由文臣志处置 都说天降细天刻青梅竹马 那么这位魅魔之耻 能刻过男人的青梅竹马人皆第一美人吗 此时这位魅魔少女真的羞耻到爆炸 原来文臣志在救他一命后 魅魔少女喵园为报答救命之恩 可以任由文臣志提要求 而这位谢剑仙的要求却是 让喵园喊他主人 并且拿出手机录像下来 而且还有表情要求 要喵园维持高傲神态的同时 要表现的在屈辱点 然后再喊他主人 喵园强忍着屈辱羞耻大喊了一声文臣志主人 在不久后文臣志的小屋 喵园吃着新鲜的食书那是一脸感动 在魔界的他可是吃都没吃过 然表示这是文臣志主人 文臣志却说漫山遍也都是了 喵园这台有些恍然大悟 原来人间界势这么的美好 而然本想在洗完网筷后 带着喵园回魔界 喵园却是拒绝了 只因他暗杀文臣志失败 回去以二军长那性格 他的下场可能会不怎么好 所以与其回去受灭 还不如待在这那 而为了不吃白食被文臣志等出去 喵园主动穿上女服装做家务 也就在这时文臣志的手机响起 文臣志听着那吼声不禁想笑 原来是他师父儿子又惹事了 原因是师父的儿子患上了重二病 非得要找不是人类的女 所以把自家的女婆都弃走了 文臣志这一听便看向了喵园 刚好这不就有合适的人选了 师父那边文言也是很开心 并提醒文臣志人界大会一定要去 时间就在下周日上午 九点揽月宴会们 到时各大家族闺秀都会到场 包括文臣志的青梅竹马 突如其来的花 却让染握不住盘子掉在了地上 文臣志见状腹黑一笑 继续说着关于青梅竹马的话题 而染手一顿又继续地清洗起来 不过染在听到文臣志的青梅竹马 是人界第一美女后 散发的气息更加的压抑 另一边师父询问文臣志 这次回来是不是要把婚事定了 他的青梅竹马是家大小 对他真的是情真义气 敢听到这话再也坐不住 大喊的他也要去 而这道喊声也让师父听见了 师父顿时询问文臣志 怎么会有妹子的声音 是他交女朋友了吗 不给文臣志回应的时间 师父的话语一转 他表示文臣志可以随便交往对象 但是要记住一点 那就是千万不能是魔族 在挂断后文臣志给人解释原因 原来是他的师父当年斩杀了魔王 参加人界大会上 都是参与战争的各派长 每位都是图魔高手 如果让他们发现 冉的身份是妹妹 那么后果也是显而易及 所以文臣志这次决定一个人去 而要是被他的青梅竹马撞见 说不定会被拿去祭捷 冉顿时语塞了 可是冉一想到 那个女人是文臣志的青梅竹马 并且还是人界第一美女 又和文臣志有婚约 这瞬间让冉接受不能 不可以文臣志不能被抢走 于是冉拉住了文臣志 一脸紧张害羞地说 他可以扮成人类跟他一块去 文臣志却表示 大会有专属的女人 不需要带你扶去 这话让冉不禁捏紧了拳头 挣扎许久后 冉磕磕巴巴地说 可以以文臣志女友的身份去 文臣志文言笑看了一眼冉 明显眼中都是调侃的意味 而冉见状极了 大声地解释他的理由 他表示文臣志去联姻 可大家族那么多 选择一个肯定会得罪人 既然如此可以让他来假扮女友 这不是对大家都好吧 文臣志却在这时捧其冉的俏脸 他告诉冉到时候 可是要演得以假乱真哦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喵园 也被传送到了文臣志师傅的家 此时他看着墙上的魔族标本 喵园的心是崩溃的 这要是被知道他是魔族的身份 岂不是直接凉凉送给他 喵园对此下定决心 要让对方看不上 然后回到墨孤山继续蹭吃蹭喝 所以面对文臣志师傅 询问薪资要求 他直接往高了艇 直接来了个每个月十万 还有年价半年 当然工资照罚 然而文臣志的师傅直接答应了 并且节假日还是三倍工资 喵园急了 他连忙说他打扫做饭样样都不会 结果让喵园傻了 只因师傅说有其他专门的清洁工和厨师 而自己只要陪好他的儿子就行 喵园无奈 自己提了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居然还能留下来 他到底要服侍一个什么祖宗啊 这时师傅也让儿子出来见新保姆 只不过那小孩却让喵园先抱上迎来 喵园说了自己名字 其身份则乱编了一通 结果小孩却让喵园走 喵园顿时懵了 他真是身份被发现了吗 原来小孩对普通人类不感兴趣 他要的是头上长鸡脚 身后长着尾巴背部有翅膀的大姐姐 少年是个中二病 喜欢有鸡脚翅膀不是人类的大姐姐 来当他的女仆 而魅魔少女喵园竟满如他的这个愿望 原来喵园在第一次与少年见面时 就被少年劝退 本来喵园打算就此回蘑菇山 不过在闻臣至师父苗月的盛情邀请下 以及那诱人的美食 让喵园根本拒绝不了留下吃午饭 一会后 喵园见人都走光了 打算带一些美食给他的染血姐 突然喵园身子一动 原来是少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喵园的身后 他是来给喵园送把包合的 还有一些零食让喵园带回去在路上吃 这让喵园很奇怪 怎么突然对他这么好 少年却是直接来了剧 我看你不是人了 喵园一口盐积水喷出 而少年继续中二说着 吴乃是深渊之子 感应到了你身上的黑暗气息 你是吴的同类 然而还没等他说完 少年整个人飞了起来 原来是他老妈把他拎起来了 教训他不要再犯中二病了 就是一个普通人罢了 不会有魔族来找他继承王位的 喵园教训完他儿子后 表示一会就会派人送喵园回去 而少年却坚持自己没有骗人 喵园对此似乎有些沉默 很快时间来到夜晚 在床上睡觉的少年嘴里闹闹的 自己不是中二病 突然一只手伸向了他 少年被惊醒 睁开眼睛就看到了变回魅魔的喵园 少年顿时瞪大了眼睛 不可知性弥瞒着魔族 喵园门眼点了点头 承认自己就是魔族 随即喵园打开窗户对着少年说道 看到深渊之子没事 我就放心回魔界了 喵园还想说别太想念他 等他长大后会回来接他的 这是喵园回报少年的愿望 然而他还没说完 少年的手却突然抓上了他的尾巴 然后直接把喵园拉了回去 一剑朝着喵园刺了过去 而事实上那把剑却是一个枯头 喵园也是很惊讶 怎么事情发展偏离了剧本了 不是说好是同类的吗 少年对此回应喵园说他虽为深渊之子 但因命运捉弄 被魔剑先养大 魔族还是人族到底归于谁 他本不知道 但是见到喵园那一刻他知道了 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 所以少年要代表人族逮捕喵园 喵园直接质问少年刚才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好 就是为了抓他吗 少年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他表示这些小恩小惠 就能将他骗出原形 魅魔原来是这么傻的种族吗 几包零食就全盘拖出 简直傻得不可思议 喵园在听了后 捏紧自己的拳头安慰自己不要生气 对方只是个小孩 但真的就算是小孩 他也忍不了啊 直接把他的靠山文臣志搬了出来 威胁少年再骂就让文臣志来砍他 少年却根本不信他文师兄会为魅魔出口 喵园嘴角一翘反问少年 他可是魅魔呀 为什么文臣志真的他的身份 还把他送过来呢 还不是他已经被魅魔征服 并且以后他为了魅魔 与整个人间界为敌 这些顿时将少年打击的不轻 这动静也被他老妈苗月察觉到 立马推门而入询问怎么了 直接就看见他儿子似乎失魂了一半 喵园见状那时瞬间跑路 但却被苗月拉住了 喵园顿石面露巨色 这不完了吗 把涂抹见仙的儿子整成这样 他肯定会成为那些标本之一 结果却听见文臣志师傅向他道歉 原来苗月物以为喵园 是故意扮演魅魔哄他的儿子开心 所以想让喵园留下来当女婚 至于薪资随便他开 工作就每天陪他儿子玩就好了 然而少年完全相信了喵园的话 他的文师兄被诱惑了 他要找小璐姐帮忙 与此同时另一边施家所在地 正在举办一场宴会 庆祝施家大小姐施小璐出关 此时施小璐美眸一名 因为他接受到少年通风报信 他本是不信的 可是当他看到少年立下誓言钥匙骗他 就把手办全给他 施小璐顿时就信了 所以连自家为自己庆祝宴会也不参加了 刚好他的竹心剑有点秀了 需要找点东西来献金 而另一边的燃却回到了魔界 假意汇报喵园刺杀失败 被文臣志反杀了 二军长文言大骂燃是个废物 想要承接燃时 被魔军首领阻止了 因为他们在人界的合作者最近攻法大场 已经可以召唤魔族过去了 所以燃魅惑文臣志任务也就结束 并且从现在开始让燃和他族人一起工作了 燃的瞳孔瞬间收缩 以后他不用再去找那个谢男人了吗 说不定以后再见到他时 已经和他的青梅竹马人界第一美人结婚了 这个结果让燃有些接受不能了 但是这时有两只魅魔发现了燃 燃见到他们也是疑惑了 为什么全身上下都带着伤 魅魔一族在魔界究竟惨到什么地步 就拿眼前两只单纯的小魅魔的伤来说 他们全身所受的伤 竟是被人类所折磨 原因是被魔界魔军派遣前往人界 主动让那些内心黑暗之人玩弄 就能得到人界的资源 并且前往人界的魅魔还不在少数 基本上一个族群都去了 但就算这样的他们 吃的却是残羹剩饭 都是一些不要的烂蘑菇烂骨头 熬成的一碗汤 也只有带回人界资源的魅魔 才得到一些算是不错的伙食 但就算这样 这些食物对他们来说也没多大意 只因他这副身体根本吃不下 身上被人类贴上不知名的小魔腹路 全身溃烂似乎再不治疗 都活不了多久 冉剑状本想带他去治疗 但由于新任务的到来 这只小魅魔拒绝了冉 乐观地表示自己要去执行任务 冉刚想要劝说 身旁的另一只小魅魔 却突然地喷出了一口血 冉连忙询问他怎么了 原来小魅魔在人界时 被塞了很多奇怪东西在他的身体里 所以一旦吃饱就会这样 之所以接受 还是人足资源给的多 冉一脸担忧地询问他 这些任务可以不做吗 小魅魔文言先是一乐 然后反问人 如果他们不去做这些任务的话 那么他们对魔界岂不是毫无价值 毕竟身为魅魔的他们真的太弱了 弱到跟人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要不然身为魅魔的喵园 早就被文臣志的师父发现了 就是因为弱 所以文臣志的师父将喵园当成普通人了 但染对着这些族人视若无睹 真的做不到 所以来到魔军首领居所 想为他的族群求情 只不过三军长让他别白费力情 文臣志不仅没带回来 还损失了仅次于他的喵园 魔军高层已不信任染了 染听到这些反驳不了 但还是对三军长求情 求他治疗一下他的族人们 三军长反问他凭什么 并打开一个影像说 这是师家掌门 正为他女儿与文臣志的订婚大百宴席 文臣志被他魅惑成功这件事 难不成是骗他们的吗 面对着犀利的质问 然想到他悲惨的族人们 他不敢将真话说出来 然而这时三军长话语一转 示意可以放他族人一天假 只不过不是没有条件的 那就是破坏文臣志和师家大小姐的婚姻 原来师家为剑修大宗 掌门师子峰是当年人魔大战的图魔对队者 一朝独门剑术竹心造就魔族十年恶梦 而他的女儿师小鹿习的真传 剑术仅次于文臣志 而且他容貌更是清雅绝艳 是全人界男性的梦中情人 文臣志的师父苗月曾是图魔对副队者 与师掌门是生死之交 并且师小鹿与文臣志自幼一起细见 简直就是金铜玉女 所以绝不容许他们的叠合 只是当然刚传送过来见到文臣志时 异禀森然常见 却不知何时架在他的脖子上 来人正是师小鹿 他眯着眼睛询问文臣志 就是这只魅魔在勾引他吗 他刚好出关 可以拿这只魅魔来祭奸 但这是一道剑气打飞了师小鹿手中的点 师小鹿也不毛 只要让师法者死亡 那么魔族的法术就能解除 文臣志却示意自己并没有被魅魔 师小鹿质问那为什么要救魅魔呢 文臣志反问他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本来是人 却因为他的特殊癖好扮成了魅魔的样子 这话让师小鹿根本不信 文臣志表示自己的变态超乎他想象 冉在一旁附和说真的 他只是按文臣志的要求完角色败 而文臣志甚至还把冉的黑历史拿出来 就是那份叫文臣志主人的录像 也让师小鹿相信了 并对着冉道歉自己冲动 冉示意没事不打不相识 这句话却让师小鹿抬头看了一眼冉 道歉也只是刚才的冲动 但还有其他的账没算了 他早与文臣志有婚约 既然打算横刀夺爱 那就与他一战吧 而文臣志却想没订婚之前取消婚约 毕竟这是他师父自作主张的 师小鹿可不同意 并且还拿出了手机当着全世界直播 要与阮一决胜负 很快在师小鹿的直播间内 聚集一群吃瓜群众们 阮知道自己拒绝不了了 正打算用出他的魅魔魔法时 直播间却是被封了 师小鹿见状指了指自己 让燃按照他的装束款式 来变换一套衣服 然而这话让燃误会 他直接变成和师小鹿一模一样的衣服 这让师小鹿接受不能 这扭扭捏捏的姿态 简直在亵渎他们师家 他严肃地让燃抬头挺胸 双眼直视他 然后衣服按照自己的风格重新变 在直播间重新连接时 燃也是换了一身装扮 只能说是从呆蒙唇 变成了高冷女神 结果师小鹿在燃魅惑魔法下误会了 被那股魅惑魔法带来的气质唬住 以为燃一直在隐藏着实力 不过师小鹿也不会退缩 他手持长剑 用着师家剑技朝着燃刺了过去 在师小鹿疑惑的目光下 没有他想象的势均力敌 燃直接倒飞了出去 这一剑直接让燃遭受到重创 然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燃心中其实明白的 他魅惑魔法就只有外观了 其他的什么也没有 当然直播间也因暴力疯了 而师小鹿疑惑询问燃是在碰瓷吗 然后对着文臣之道歉 毕竟他真不知道燃是在演戏还是有实力 不过这次战斗使他赢了 所以文臣之要娶他 文臣之他那贪手表示自己可没答应 再说他平日要手删 嫁给他就等于活手管 师小鹿文言却并不在意 因为他早就有考虑过 当他们结婚后就可以联手踏平魔剑 文臣之微微摇头 他手删可不单纯为了人界而战 无论是人界还是魔剑 只要谁敢引战他看谁 说着无数剑阵凭空生气 在显张着文臣之的决心 魅魔一族的惨状真的无法阻止吗 在被文臣之退婚的师小鹿 回到家后悲痛无比 要知道他从小与文臣之一起成长了十年 到头来这十年的感情就这么破碎了吗 而师家家主也致电文臣之的师父苗月 毕竟他们都在直播上看到文臣之解除婚约 对此他们也有些难办 这些年只强调了联姻的重要性 却没有注重他俩的感情培养 师家家主不禁开口表示 就跟他们当年一样 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应该在一起 但终究各自有了家庭 只是他背后的照片终究出卖了他 苗月连忙是一别体了 他们现在都出成哥们了 师家家主也是失落地摇了摇头 不过师家家主为了不让文臣之他们错过缘分 决定让他们参加恋爱修真 这是一个撮合大家族小姐少爷的恋爱综艺 拍摄地点就转移到墨孤山 文臣之这边就由他师父苗月通知 不仅如此苗月还将黄成会发现的东西 给文臣之看 确认后是魅魔身上所留的组织 怀疑有人召唤并利用他们做卢顶 并且黄成会这地儿只接待高层子女 稍后苗月将给文臣之本月出入会所的人员名单 刚好他们都报了恋爱修真 而文臣之在看到后 他脸上面无表情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是生气了 并且不是一般的梦 所以文臣之对于恋爱修真综艺不再拒绝 与此同时染惊醒了过来 嘴边大喊着不要 原来是一个噩梦将他惊醒 梦中两个小学妹身受重伤让他快跑 但是结局却是满地血腥 这时染听到外边一阵吵闹声 当他走出来才发现 不知何时莫孤山来一大群人 而这些人见到染后也是意论纷纷 毕竟他们都看了直播 开始说染是狐狸精 厚颜无耻的小三 除了会勾引人一无是处 然而这些话非但没有让染生气 还让染那是一脸感动 他的专业能力被人认可了真好 不过这一哭让其他人误会了 嘴边不饶人的说染恋爱修真没戏了 染文言疑惑了 恋爱修真又是什么 这时一名男人出来阻止了 训斥他们不要说了 这种是一巴掌拍不响 为什么骂女却不骂男呢 而他的身份竟是人界会长之子白希 他表示染说不定就是被文臣志欺骗了感情 然而染见到白希后 瞳孔不禁开始收缩 只因这个男人身上有他族人的味道 而在其他看不到的地方 白希给染贴上了一张不知名的符纸 让染瞬间就咳出了一口血 原来白希知道染的真正身份 手中的东西正是魅魔一族的脚 这让染立马就明白了 白希就是残骸他族人的人类高层 这一发现让染正正出神 仇敌居然就在眼前 一个瞬间染似乎黑化病骄了 他让白希靠近他一点 他可以告诉他文臣志的一些仇物 就在白希朝着染靠近时 染发动了邪迹 他要让白希为他的族人付出代价 就跟他一起下地狱去了 随着鲜血渐出 一群人发出了惊呼声 让另一边的文臣志有些疑惑 在听到白希这个名字后才想起来 他被誉为人界第一美男 跟施小鹿第一美女并驾齐驱 施小鹿见状反问文臣志 不会觉得白希才是他的联姻对象吧 文臣志文言却说这个是好主意 他可以去说没 施小鹿连忙拉住文臣志 大骂他是个谢贱嫌 谁规定第一就得跟第一结婚啊 可我们施家门当户对的那么多 为什么我偏偏选问你 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然而文臣志却听不进去 只因他看到受伤的人 他甩开了施小鹿的手 向着染跑了过去 此时的染双眼无神 似乎遭到了什么重创意乱 原来刚才染的血迹 只对白希划破了一点皮 文臣志冷眼看着白希 在看到染手上贴的暴血服后 二话不说一道剑气朝着白希卡过去 要不是现在录综艺节目 说不定白希直接就嘎了 而白希也不在意 还对着施小鹿挑拨了一剑 说文臣志何染是情真一切 而他对施小鹿是真心的 这话瞬间引起一片惊呼声 文臣志准备离开的脚步停顿了下来 他对着施小鹿表示 为了追求他却把染整成这样的男人 觉得是可以脱护终身的人了 而白希也是脸皮气候无比 反而还让节目组 让他和染一起参加恋爱修真 并对文臣志挑衅说 既然他和施小鹿组队 那么接下来在节目中 他对染做什么都可以吧 最强见先文臣志在意吗 他根本不在意 此时他在意的只有怀中的人 毕竟任谁仇敌在眼前 自己却伤不了他分毫 那股绝望感真的痛彻心扉 文臣志安慰着人 让他先回去疗伤 倒是回头一起教训他 这个修仙世界有点与时俱进 居然开始举办了一场恋爱修真综艺 他们表示恋爱如同修真 相识项链结婚生子 对应修真中的恋气筑基金丹原音 并且这档综艺还相当的受欢迎 而嘉宾总共有三对 第一对就是文臣志与儿 第二对有点特殊 是上古神兽和人类混血的龙丘 跟外表看似小孩 实际年龄与宇宙同岁的坏女人艳雨 第三对就是人界会长之子白希 和世家大小姐施小璐 只不过也不能完全说是 因为施小璐本来适合文臣志一子 喜欢的也是文臣志 白希对此直接就是上眼挑拨离间 说施小璐和文臣志有十几年的感情 结果却和认识几周的人好上了 没必要再坚守这渣男 并且只要答应他的求婚 白希给出承诺可以和他一起踏平魔戒 另一边的染剑妆 连忙劝文臣志让文臣志去揭露白希 不能让施小璐被那个渣子给骗了 要知道周围的女仆都是他的族人 而且早就被折磨的遍体鳞伤 不过身旁的小妹妹们连忙劝染不要 他们并不在意自己 毕竟白希就是跟魔戒高层合作的人 要是拆穿了染就完了 这话让染不禁握解了拳头 但就在这时 施小璐直接拒绝了白希 他可不傻 并且因为白希对染做的事 也让他厌恶至极 这不禁让染正正看着施小璐 然而白希的脸皮和其红 他表示染抢走了文臣志 让施小璐伤心了 所以他出手的理所当然 在观看的节目的 喵原哼了一声 对白希很不屑 明明他眼神中 对施小璐毫无爱意 有的只有权势和野心 真正充满爱的眼神 还得看他的染学姐 少年呸了一声 说染只是把他文师兄魅惑住 靠魅惑得来爱情 根本不算爱 说着说着 当他看到喵原落泪了 也有些语无伦次 结果喵原却向他道歉了 谢谢他认可染学姐的专业 这话瞬间让少年傻眼 而节目内 白希还在死皮赖脸 缠着施小璐 只要和他成婚 立马就出兵 帮助他完成施家的使命 这时染在小妹魔话语下 想到什么 他绝不能眼睁睁 看着施小璐被人渣欺骗 所以染做了个离谱的决定 那就是去魅惑施小璐 与此同时 节目进入 心跳加速的恋爱练习期期 的姻缘卡环节 姻缘卡一共有三张 将随机选取三位幸运儿抽中 他们分别是 让一中人表演的才艺卡 与情敌比赛的切磋卡 以及送给一中人礼物的机缘卡 抽到卡的人 可任意指定使用对象 片刻后白皙抽到了才艺卡 染抽到了切磋卡 龙丘抽中了机缘卡 第一个的白皙立马找上了施小璐 他表示才艺就算施小璐 朝他笑一个都行 好家伙这算盘都打得 在宇宙的另一面都知道 施小璐直接拒绝 准备表演他的施家剑技 他希望文臣志看到后 能想起当年怎么手把手叫他的 见此一幕白皙只能强忍笨 他怎么好像在给别人送出宫呢 不过这时染向着施小璐询问 能不能先和他切磋一下 主持人提醒施小璐 只能选择一张进行 不能同时选择两张 白皙更怒了 不去和文臣志打情骂俏 跑来他这边搅和什么 然而结果却是施小璐 同意先和染进行切磋 只不过输的人要离开节目 对此施小璐也是答应下来 询问染要切磋什么 下一刻染的话让施小璐出乎意料 因为染比的居然是谁先留 这切磋也让其他人懵了 随即他们两人面对面坐下 施小璐完全想不懂 为什么要比这个 是要互相羞辱对方吗 染是想他在文师兄面前丢脸吗 既然如此 施小璐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直接拿起桌上的蛋糕 呼到染的脸上 结果染却跟没事人一样吃起蛋糕 这一幕不禁让施小璐统统收缩 难道染是想让他羞辱他的泼妇模样 被文师兄看见从而被讨厌吗 顿时施小璐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 并且要达成脸红的条件很简单 随着施小璐的挥解 染身边氧气几乎都被抽走了 原来施小璐让染脸红的条件 是让染缺氧 施小璐对此表示染快认输吧 很快就会产生高原反应 然而染在心中默默默念时间快到 原来染也在悄无声息间发动了魅惑魔法 并且只需要盯着对方十分钟 就能变成其心中挚爱之人 所以他要变成闻沉挚的脸 只是下一刻让染很吃惊 他怎么还是女生 并且这个衣服 还有这些触手是怎么回事 而施小璐在看到后 他的剑直接掉了 他颤抖的指着染 结结巴巴半天才说出来 你怎么变成 变成女剑仙被抓入魔窟 绝不屈服的主角 你敢相信人界第一美女 在玩小黄游吗 没错施小璐在第一美女的身份下 还是个网瘾少女 就是她玩的游戏有点奇怪 而染变化的正是 女剑仙被抓入魔窟 绝不屈服的游戏主角 简单来说这个游戏 就是女剑仙被魔族抓住 玩家需要做的事 要么和魔族双修堕落成魔族女王 要么举起手中剑杀出一条血骨 最后施小璐打出的结局是 女剑仙从魔窟出来 身体千疮百孔 唯有眼神是干净的女剑仙 这让那时的施小璐感动坏了 毕竟这是她三天三夜打出的成果 然而现在她的玩的游戏被拆穿 施小璐顿石修的有点没脸见人了 而且还被文师兄知道了她的变态爱好 这不全完了吗 好你个人竟然勾出我的心魔 施小璐立马开始默念清心诀 她要隔绝她那不该有的念头 只是她一闭上眼睛 全是女剑仙不屈的模样 一旁的白皙见状大感不妙 她察觉到施小璐状态不对 要是施小璐真的输了 以她的性格怕是真的会退出节目 坏她好事的魅魔该给些教训 说着拿出一张符纸 紧接着在当女仆的小魅魔们 突然大叫了一声 他们居然全部都显现出了原形 施小璐转头质问白皙做了什么 她让施小璐别急 表示这些都是从魔界偷跑的 然后被她抓了过来制服当女 而他们刚才告诉她 节目综艺中混入了一只魅魔 魅魔能变成人的样子 但只要动情就会变回原形 而她手上的符纸 就是对他们动用的情欲符 说着白皙就准备将这张符纸给人检测 并提醒别想逃跑 不然就是不打自招 染看着头上的符纸不禁闭上了双眼 她不能暴露 只是片刻后染却什么感觉也没有 让她不由睁开了双眼 发现原来是文臣志拿着那张符纸 没有让她落到自己头上 白皙见状又拿出了一张 表示文臣志先测 这一张就给染小姐吧 文臣志说了声没必要 并摊牌示意自己就是魅魔 她刚才魅惑了染和施小璐 但他们都脸红了 所以这次脸红切磋就平手了 这话让染一脸问好 而施小璐却是很感动 毕竟她的文师兄竟扮演魅魔给她进行 至于其他人只认为文臣志在搞节目效果 根本没人相信 这把白皙气坏了 反感了 然而刚好龙丘的女伴拒绝了龙丘机缘卡 原来龙丘要赠送的机缘 居然是她亲手做的女装 这个却让白皙眼前一亮 立马让龙丘把衣服给她 刚好文臣志说她是魅魔 刚才穿上女装来诱惑自己 文臣志文言直接拒绝了 表示白皙不是她的财 一旁施小璐也是为文臣志打抱不平 刚才文师兄说自己是魅魔 只是帮她解为罢了 但白皙可不依不容 依然不给检测为由 说文臣志说不定已经被魅魔魅魔 这样的她还能守护人间吗 一旁的染剑战火烧到了文臣志的身上 她不能再坐视不管 直接朝白皙走去质问她 要是她不是魅魔 那么可以请她去死吗 白皙文言笑了出来 拿出情欲符指答应了 紧接着就是朝着染扔了过去 但是染没什么变化 白皙也不急 一张不行那就再加量 她倒想看看染能忍到什么时候 而在电视前瞄园看着她的染血迹 不禁心疼捂住了嘴 原来染正在用血迹 再献祭她自身的翅膀和她的脚 这样就算变回原形 也还是人类的模样 只不过那股疼痛 根本不是常人可以忍受的 要知道当初他们校长 被打掉半个脚红 可是卧床了一个星期 并且失去翅膀和脚的话 那就再也不能使用魅魔魔法了 也就是说染相当于 在舍弃她魅魔的身份 此时的染痛得紧紧地抓着自己的手 为了自己的族人 她必须忍住 只是以后她再也不能魅惑文臣志了 只是这时一只手触碰了染 直接让染停止了 不管染有没有变回魅魔 她一定想尽办法来指证染 就是魅魔而染的暴露 立马迎来了白希的质问指责 对此文臣志表示自己已经投底了 现在她代表魔界的立场 那么现在杀掉人家会长之子 对她来说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这个男人是人家大会的会长 然而只是男主的一个眼神 他竟直接低下了他的高贵头颅 原来就在文臣志准备杀了白希之时 白希的老爹白哥带着人类高层 阻止了文臣志 他质问文臣志真的要为一只魅魔 与全世界人类为敌吗 其他人类高层纷纷附和 而他们也不给文臣志说话的机会 这位白哥会长突然爆发恐怖的气势 犹如塞亚人一般 在其他人类高层兴奋的注视下 文臣志只是瞪了白哥一眼 一道恐怖剑气凭空生成朝着白哥扫去 这道剑气划过人类高层上空 也划过了诗小路身旁 最终向着天穷划过 而文臣志向着白哥会长询问 现在你觉得染是魅魔吗 白哥会长文言沉默了一回 他低下了他的头颅也明白文臣志的意思 白哥沉生着让自己儿子向然道歉 然而白希并未回应 他正正看着他爹落寞的背影 从小这个背影就伴随了他整个童年 只因他本位倒置蛇本岁位的修炼服务 在这个期间文臣志都能单杀毕级魔族 而他只能窝在家里化妇 所以他爹对他失望至极 直到有一天他和魔族合作 用魅魔来当炉顶后 他才真正崛起 获得了人类其他高层的支持 所以他不会道歉 随着白希对自己附加状态 现在他不仅要让他老爹 见识一下扶修的力量 也要让世人明白 他已经超过文臣志 解决文臣志这个叛徒 文臣志对此只是笑笑 下一刻没等白希发动进攻 他的老爹已经把他狠狠按在地上 在白希疑惑不解的目光下 白哥对他狠狠呵斥地跪下 谁跟你说文剑先叛变了 白希一听大声质问他们瞎了吗 文臣志身边就是只魅魔呀 文臣志却拍了拍染 让他说自己是魅魔还是人类 就在染药直接摊牌身份时 毕竟只要这样 就能做识文臣志的叛徒 跟他一起回魔界 然而识小鹿替染先回答他是人类了 只因喜好变成魅魔的样子 白希见状还想说什么 直接被他爹阻止了 然后快速下定论这是一场误会 又询问白希抓了那么多魅魔 是怎么分辨魅魔和人类的外貌 白希撇了撇嘴不懈道 魅魔全是一个个不知廉耻 为了资源可以跟人类做任何事的卑贱物 文臣志文言直接总结 人会害羞 而魅魔不会害羞 对此接下来的节目中 只要染害羞了就能证明染是人类 而白歌会长连忙让节目组去准备 人类和平就掌握在他们手上 染听了也明白了 对他们而言 他是不是魅魔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文臣志的喜好 文臣志笑看着染说 从现在起他会不会害羞 决定了人魔两界的未来 染直接表示 从现在开始自己断情绝爱 文臣志也不在意 笑着捏着染的脸说走着瞧 而这亲密的一幕 落到诗小鹿眼中 让他很不是滋味 他想起在参加节目之前 文臣志对他说的话 那就是节目结束后 继续以师兄妹相称 师小鹿不甘心啊 他一定要让他的文师兄回心转 紧接着节目开始转移到寿仙谷 任务是两人组队找到一个名为生子菇的东西 生子菇分为散盖和散饼两部分 当两个人吃下同一只生子菇后 吃了散盖的一方 会生下吃了散饼一方的海 同时白歌会长给染准备了一个新绿椅 表示只要新绿到200 就可以判定染害羞 小心翼翼询问文臣志这样可以吗 而文臣志直接拿上新绿椅 给染带上 只是简单的触碰 就让染的新绿到了150 文臣志对此也答应了 一旁的白希很不甘心啊 差一点他就能让全人类讨伐文臣志 但突然他想到刚才节目组说的生长菇 便立马向主持人询问 如果是两个男人吃下会怎么样 得到的答案是那个男人会先变成女人 然后再生孩子 这话不禁让白希嘴角上扬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生长菇 让文臣志吃掉伞盖 那么他就只能变成女人去生娃 无法再挥解 界时人界还不是他的天下 而一旁的诗小鹿已经等不及要去 只要找到生子菇 他就能为文臣志淡下他的海 白希见状傻了 居然这么直接吗 这个魅魔少女脖子上戴的是新绿椅 只要新绿超过200点 就能伪证实人类 那么突如其来的一个五 能将他的新绿送上200吗 随着炼宗节目开始 第一个关卡是一叶偏周 需要两两组队 一个背一个利用一片树叶走到河对岸 抵达终点时树叶不可用 并且这条河具有腐蚀性 不过只会腐蚀衣服和裤衣 最后河里还有诗人鱼 他们只会攻击下三路 但不能伤害他们 伴随着引路受说开始 染身出小脚踩到树叶上 下一刻他的鞋子被腐蚀 整个人也随之摔倒 文臣志拿过树叶 焦然怎么控制魔力踩水 就跟用那个查克拉原理差不多 随着文臣志近距离的细心教学 染强忍着害羞 细细感受着自身的魔力 当他再踩到水面时 他已然已经成功地站在水面上 染刚想说自己成功了 下一刻他人都傻了 只因文臣志跳到了染的肩膀上 原来这个谢剑仙之所以细心教学 他是想让染被他剥合呀 但显然行不通 突如其来的重量 染根本控制不住自己脚下散步的魔力 掉入水中 衣服也跟着开始腐蚀 而谢剑仙还不嫌是大让染快游 不然衣服就没了 染那叫一个气啊 冷亨自己可以变心的衣服 只不过这时的食人鱼突然跳出来 将染他们的树叶吞乱 这要是没有树叶 他们就得一直待水 食人鱼也不吐 还召集了一大群同伙过来 朝着染进攻 染大叫文臣志帮忙 然而因为不能伤害这些食人鱼 这位谢剑仙就那静静的叹息 而一旁的施小鹿见文臣志有危险 立马一跃而来 然后一脚踩着人 将文臣志公主抱走 白溪见施小鹿离他而去 原因又是那个废物魅魔 恼羞成怒要用起爆扶炸鱼 引路兽可说过规则不能伤害食人鱼 所以白溪直接就是遭雷劈了 而施小鹿见到白溪身旁的树叶 看都不看一眼已经沉传的白溪 直接将树叶取走 然后带着文臣志离去 至于染还在被食人鱼包围中 由于不能伤害 染决定用用他的魅惑魔法 最终结果似乎成功了 一群食人鱼带着染 在河面上狂飙起来 并且要把文臣志抢回来 施小鹿见状大骂染无耻不挑武 由于施小鹿被食人鱼进攻 慌忙之下把文臣志高举了起来 并且在染快速接近下 两人的嘴唇印在了一起 染的心率迅速来到了180以上 只不过在施小鹿阻止下 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到200 而在染的一通操作下 施小鹿也开始正式欺染来 这让染大胆无奈 这都是意外啊 但施小鹿一致认定染就是在装 好骗取文臣志的联系 染听了很想说这都是误会啊 在这一场闹剧后 文臣志和施小鹿成功上岸 但是染还在水里 在隐鹿兽的解释下 必须是要有树叶和两人 才能成功上岸 染便把目光看向了水里的白溪 又看向了一旁的食人鱼们 染似乎想到了什么会心意想 片刻后食人鱼在染的指示下 开始对着白溪拉拔拔 在一只只拉过后 终于有一只把树叶拉了出来 而染拽着白溪头发 也是成功上岸 让隐鹿兽看了都不禁竖起一根大拇指 真是一个自觉 同时也让隐鹿兽很奇怪 要知道连仙尊都命令不了那些食人鱼 那为什么染能够轻松指挥呢 而且都这么强了 那还不是想跟谁生就跟谁生吗 要生子姑做什么 然而真实情况染自己还不知道吗 她只会一个魅惑魔法的小妹母而已 只不过还没等染说什么 隐鹿兽已经懂了 她说和染拍脱对象是个甚虚仔 然后立马安慰染别担心 只要找到生子姑 就可以圆了她想当妈妈的梦 并且生出的小孩 还会继承双方的优点 这话不禁让染浮想连偏了起来 想到了将来那个孩子继承双方的优点 那么该有多强 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将魅魔一族复兴 于是染果断地对隐鹿兽发动魅惑魔法 询问隐鹿兽能不能直接将生子姑给她 被魅惑的隐鹿兽表示自己很想 但是她做不到了 生子姑长在人魔大战遗留的魔剑上 而魔剑封印在鼓中 必须经过前面的层层关卡才能等她 她只是个猫胆无能为力 染听了后动力十足前去寻找 在后方的白皙也听见了 她对隐鹿兽甲一说自己要帮助人 实际上她谋划怎么将生子姑给文臣志吃下 她明明是一只弱小的魅魔 如今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魔王 还和人界第一剑先结婚了 原来在炼宗第一关结束后 便来到第二关正邪对抗 在这关卡中每人都有一百点生命值 双方阵营用情话来攻击对方 情绪波动越大 扣除生命值越多 当然生命值也能互相走 直到生命值为零失败退程 而文臣志选择了正派 用高雅情话式攻击能翻倍 反观反派则是用低俗情话攻击才能翻倍 并且文臣志是第一个过关的 所以她可以设置幻境背景 当然他们过来时只能选择反派 随着染进入幻境 她在幻境的身份居然是位魔王 以及她不重要的魔王普通白皙 而施小鹿的身份则是涂魔对对押 文臣志则是一位退隐间线 在双方背景介绍完毕后 隐鹿兽传音他们可以用情话来互相攻击 根据情绪郭栋来扣除生命值 然而还没等文臣志说什么 染的生命值居然在扣除 好家伙这是自我攻略了吗 一旁的白皙无语了 她不指望这个废物魅魔了 开始对施小鹿填了起来 对着她说起深情情话 然而这对施小鹿毛用没有 没有引起她半点情绪 白皙对此恨铁不成钢对染大吼 让她别瞎想了快点反击 这时隐鹿兽提醒他们说低俗情话 有双倍攻击效果 面对染疑惑的目光 隐鹿兽拿出了一张纸来 原来上面写的都是一些不可描述的情话 染仅仅是看一眼 就让她的心率飙升到了190 脸红到不行完全说不出来 白皙见状直接抢了过来 然后看着情话表对着施小鹿 把那些不可描述的情话念了出来 这些话顿时让施小鹿 如做针毡如芒刺背如梗带火 被恶心的不行 也因此被扣除了生命值 然而白皙却毫无自觉 反而还对染炫耀起来 染那叫一个无语 原来恶心也行吗 这时文臣志对着白皙说她画符画的烂 这话瞬间就对白皙造成打击 随着文臣志继续对白皙语言输出 直接把白皙的生命值打的指剩下一丝 此时白皙的愤怒已然暴表了 然而也就在这时 施小鹿竟然夸起白皙画符画的好 白皙正面露喜色 施小鹿却话语一转说 就是画符画的再强 也被你跌一巴掌拍在地上 这话简直杀人诛心 瞬间就将白皙的撕血干没了 而隐露受见状让染快说情话符记 染文言很是犹豫 那些话真的太羞耻了 施小鹿见了对染一脸蔑视表示 说几句话就害羞成这样 还妄想跟文师兄生孩子吗 我小时候还跟文师兄一起洗过澡呢 这话瞬间让染害羞 原来是施小鹿说的画面显现出来 因为只要符合自己身份设定 就会生成新的画面 这话让染若有所思 他记得文臣志可是给他安排了魔王的身份 于是他对着施小鹿说 其实文臣志已经在魔界和他结婚了 这画面也在施小鹿脑海中显现出来 顿时就对施小鹿的情绪造成剧烈冲击 染对此乘胜追击 说他和文臣志婚后生了一百个孩子 然而这话不于离谱 画面并不能生长 这简直比猪还能生 染遍换了个说法 表示婚后文臣志特别念他 每天都要跟他撒娇 但下一刻让染傻眼的来 原来是文臣志居然直接承认了 说自己每天都在和染亲亲密 日出而坐日落不休 魔界遍地都是他们的身影 下一刻文臣志说到画面便显现出来 这画面也给染造成了剧烈冲击 他的生命值在不断减少 然而这画面也对施小鹿造成了冲击 受到了同样的减 引路受在一旁感慨文臣志的厉害 竟然连队友也坑 而染的心率直接来到了一百九书 马上就要到二百零界点了 只不过施小鹿也只剩下思学 染努力压制自己 正想怎么再弄个画面把他击溃 施小鹿的生命值却突然恢复 原来是文臣志转移一些生命值给他 由于染之前的晚到 刚想说作弊 直接被引路受告知规则 这是文臣志表示自己也来讲的故事 染瞬间捂住自己的耳朵不想听 下一刻他不禁睁大了双眼 原来文臣志讲述的正是小时候 他遇到染的故事